是很可惜我太好了 要不然我選總統 所有的家子黨的票通通會投票 對不對 這個東西太 不 主持人 我告訴你 我覺得國務部一定要講清楚這一句話 他不會講清楚 一定要講清楚說 這些人到底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比什麼都重要 剛剛洪偉也提到了 小英背後的標語是什麼 是備戰才能避戰 然後能戰才能止戰 第一 這是非常傳統的口號 第二 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備戰才能避戰 備到什麼程度 是小備 中備 還是大備 那備到什麼程度 老公才不敢打你 所以我可以給他修改一下 就是有效嚇阻才能避戰 兼敵於海上才能止戰 你看多漂亮 我這個可以送給你做參考 海上做不到 兼敵於海上做不到 兼敵海上做不到的話 那你就要開始告訴 我覺得政府就是有兩個責任 第一個要跟美國談 第二個要跟人民溝通 要跟美國談說 將來萬一你不行 打了 那你台灣所應該附的角色是什麼 因為不久以前印太美軍司令 他說一旦打了 我們就非贏不可 但是他警告大家 這個贏不是短暫可以贏待 這個曠時廢日 那曠時廢日在什麼樣打 當然在台灣上面打 那台灣要變成什麼 變成硫磺島預血戰嗎 變成沖繩島預血戰嗎 變成什麼中途島 變成硫磺島 是這樣嗎 你告訴大家嘛 你問老美到底台灣能夠擔負什麼的角色 那第二點呢 我覺得政府有這個義務跟家長溝通 說真的要到第一線的戰壕裡頭嗎 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這樣的話 我建議大家要起來做柔性革命 我們不要這樣的政府 因為打不起嘛 就算我們第一個時間點打贏了 你覺得老共的兵源 不會源源不斷地來嗎 難道打贏了以後就停了嗎 有那麼便宜嗎 對不對 老美都告訴你 這個戰一旦打了 非贏不可 但是要贏一定是礦石廢日 我請問大家 台灣人民能夠礦石廢日到什麼時候 我剛才看蔡英文校我講的重點 他們整理給我 說四個月的訓練 沒有辦法形成極戰力 極直的戰力 極戰力 那所以要打造以自願意為基幹 義務意為主體的國土防衛部隊 退役的自願意充實主戰部隊 退役的義務意充實守備部隊 所以從2024年 飛鋪一年起 2005年1月1號以後出生的義男 都要幹一年了 他說這是他無比困難的決定 但是他為了確保世世代代 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所以是無可迴避的責任 不要跟我談什麼世世代代了 他馬上下來了 你這個世代能夠維持得不錯 還是世世代代 卸任以後就不是他的事 然後他要怎麼辦呢 他說以前都說當兵浪費時間 他以後要第一個強化訓練內容 參考美國等等等等 另外提高義男薪資 然後要接近基本工資 二兵含保險跟餐食提高到26307元 接近基本工資 然後三 服役的年資會銜接勞退 第四 跟大專院校溝通 讓大學的教育體制更有彈性 等等等等 接軌之下 那是廢話了 好吧 反正這蔡英文講了半天 就是告訴你 就是要延 就是要延了 那延了到底能夠增加 我們戰力多少呢 我其實也很懷疑 周康兄 我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韋翰剛剛講的 我們陸軍從去年開始 就陸續徵編五個甲種步兵旅 叫海岸守備旅 那戰時的時候 是要跟常備部隊 一起形成灘岸兼敵的戰力 所以他剛剛講的是對 就是你就是要做肉店 那他分兩種 說這些新服役一年 一種就是要比照那個步兵旅 形成海岸守備旅 那另外一種還有第二種 第二種要成為眾生守備旅 那眾生守備旅 就是要在各縣市的後備旅 那邊形成那個眾生陣地的守備任務 那這個大概是五個步兵營 加上一個泡兵營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對我來說 讓我們來一次 就讓我來一次 請你去看 召喚後人運氣 在這兒上的風格